公益财成,业游财广 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 2019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重庆时强调 要实施更加积极,更加开放的人才政策,去天下英才而用之 总书记的因因嘱托,为重庆人才工作导航定下 举办重庆英才大会,打造其思想交流,项目合作 人才对接于一体的国际化合作平台 让重庆成为优秀人才的向往之地,集聚之地,创业之地 重庆人才战略全面升级 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赋予重庆新的重大使命 在推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中发挥真诚作用 在推进贡献一带一路中发挥带动作用 在推进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中发挥示范作用 作为中国中西部唯一直辖驾驶 重庆是西部大开发的重要战略支点 处在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连接点上 正加快建设内度开放高地,山清水秀美丽之地 努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 一个高质量,大开放,大保护的新重庆迅速崛起 全球英才在重庆开创辉弘事业的大好机遇 前所未有 中国国际智能产业博览会永久落户重庆 四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和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在重庆设立 一批国家级创新平台和重大科技专项布局建设 阿里巴巴、腾讯、百度、华为等一大批行业领军企业 在重庆设立区域总部 大数据智能化创新发展 谋偏布局 持续深化 从国家重要脑工业基地到新平气和网 万亿级智能产业集群 一座制造重镇 智慧民成 加速成长 自由贸易试验区 现代金融服务 国际贸易 文化艺术产业全面发展 2018年重庆地区生产总值突破2万亿元 高质量发展势头强劲 在重庆 多元多样 前景广阔的产业平台 为全球英才提供施展才华 追逐梦想的精彩舞台 重庆 区位优势 生产优势 产业优势 体制优势 十分突出 发展前景美好 国际化 绿色化 智能化 人文化 现代城市 创造出一夜 一居 一乐 一游的良好环境 国际学校 国际医院 国际社区 加速建设 人才环境国际化水平 不断提升 山清水秀 美丽之地 陶醉四海冰棚 近月远来 营商环境 留住八方人才 重庆 正大理实施科教新式和人才强势行动计划 做十英才计划 构建瞄准高端人才的塔尖政策和针对青年人才的塔基政策 完善一战式人才服务机制 加快引誉一流科学家 学科领军人才 产业技术人才和高水平创新团队 让创新人才在这里立住脚 留住心 扎下根 开放的理念 聚集人才 灵活的机制服务人才 优越的环境成就人才 五湖四海英才 汇聚重庆 开启了美好事业 与幸福生活 从美国来到重庆已经六年半了 工作和生活的每一天都很开心 相信你也会一样 在重庆五年比我预期更好 你也来吧 在这个美丽的地方 创造美好的事业 欢迎你 我为重庆代言 让我们共同稀索发展 在西部的高地参与世界的竞争 重庆的世界很紧 未来属于这边 你也来吧 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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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好 重庆 真好 重庆 真好 重庆 真好 因为有你 才貌业心 海内外英才 同行千里而来 集会去重庆 为志光大而跃 山水之城 美丽之地 重庆 期待你 期待你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